胡幸宜和郭善妮 這日出席梅艷芳齊齊十五週年紀念電影的首映禮 提起梅姐這位一代巨星 幸宜都很印象深刻 我想每一位香港人都這麼深刻 因為梅姐我小時候 我姐姐就是她的超級粉絲 所以經常會看電視看她的MV 聽她的歌 特別留意她的化妝 她的衣著 我覺得這位姐姐的形象太白變了 所以很深刻 前陣子就是幸宜和丈夫的結婚三週年 不知道你們又去哪裏慶祝呢 那天去看劉德華的演唱會 剛好那天可惜她生病 之後我們就去了看電影 我很替她心痛 因為我相信華哥 她是一個對自己要求非常高的藝人 我想她經歷了很難的決定 才決定取消 我想她真的很不想令她的粉絲失望 希望她快點康復 2019年就快到了 隨直夜郭倩妮又打算去哪裏 本來我答應了她會去主題公園 她是很盼望這一天到來的 但是我今天就上網打算買票 我女兒看著我按的 按了幾次都不行 都reject了 沒有辦法 你都看到我買不到票 其實我心裏很開心 因為實在很冷 而且真的會多人 我就說不如我們 隨便去做你想做的第二件事 她都OK